还能认出他长什么样吗 认不出来 他去过好几次 都是戴上大口罩 大墨镜 把他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 他多高啊 中等个儿 一米七五左右 那个人可吓人了 他的手劲好大 怎么说 真有这个第三者 真有 他利用侯师傅 用电子干扰器 使徐子萌的车 处于微啰嗦状态 作案以后 把葛清的血 磨在了徐子萌的车里 也就是说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谋杀 这是一次 针对徐子萌 蓄意栽赃的谋杀 应该是这样 把他找出来 是 队长 有客人 书光在了 有事啊 好 送吧 书光 我们在想 这个人会不会和 许志懿有关系 你看啊 仇恨 蓄意谋杀 在许志懿出狱后的 第三天 就和葛清搭讪 并且把葛清杀了 还嫁祸给了徐子萌 我觉得这中间 一定有什么关系 我也正在想 这个人他杀害葛清 是为了要报复别人 报复谁呢 葛局长 不太可能 葛叔叔前一阵 停止检查 一直就没上班 如果这个人因为工作原因 跟葛叔叔结了仇 他要报复的话 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时候 许志懿 他要报复的是许志懿 他和许志懿有仇 先说葛局长 杀死葛清报复葛局长 这很有可能 因为葛清是葛局长 唯一的女儿 可是这个人 在许志懿被释放后的第三天 才和葛清发生联系 为什么他要在许志懿 被释放以后 和葛清发生联系 是有原因 还是巧合 这个人 他恨许志懿 他不想看到许志懿 仇恨了自由 所以他把仇恨转移到了葛清身上 杀害了葛清 转嫁于许志懿 让许志懿在此遭受人生的不幸 也让葛大杰长寿到了师女之痛 一时四秒 这个人 他跟葛大杰 许志懿 许志懿 还有葛清都有关系 这个人会是谁呢 这个人会是谁呢 袁立方 我会不会赔他 我应该是谁呢 我许志懿 你才干什么 我许志懿 你不许志懿 你不许志懿 现在 郑天的卧室里 还挂着他和袁立芳的结婚照 尽管后来他又接过一次婚 郑天啊 他对他这个房子 有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 您对拆迁补偿有什么想法吗 您是拆迁办的 不 我是律师 我觉着开发商 就算送他一栋楼 他都不会搬出来 就因为 那是曾经他和袁立芳 生活过的 袁立芳因为许致义 先是坏了名声 接着死亡 很有可能是自杀 他因此恨透了许致义 你说袁立芳 他是个歌舞团的抬柱子 他怎么看得上郑天呢 袁立芳啊 可能从来就没看上过郑天 那时候正是袁立芳 逼着许致义离婚嘛 他找郑天 要么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要么就是逼许致义的一正牌 没想到许致义先出事了 还把他和袁立芳的事扯了进来 迫不得已这才下架郑天 可这一颗心从来就没放下在郑天身上 这足以让郑天更加憎恨许致义 许致义后来坐了牢 郑天那颗仇恨的心 得到了些许安慰 没想到十七年之后 许案翻过来了 许致义放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一来 又重新点燃了郑天那颗仇恨的心 完全都可以燃烧了 他恨跟这案的所有有关的人 他就是想报复 但是不管是对付许致义 许子盲还是葛大杰 他都没什么把握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把目标锁定在葛晴身上 推理代替不了证据 如果是他 那就要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所印他 这一次 他们绝对不能再出现任何战事 报告队长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第三个人的毛发 这个人的头发比葛晴的要短 比许子盲的要硬 案发前一个月没有理过发 有两根发根上带着毛囊 只要找到他 这两根毛发根的证据的 许致义 这两天反省得怎么样了 我的罪 我认 但能请你们告诉我 我儿子他好吗 先别关你儿子的事 我问你件事 你要如实交代 你看一下 照片上的人认识吗 这个人是郑先生 是我们团袁立方的爱人 你出狱以后见过他吗 见过 什么时候都跟你说什么了 是我在初狱的第二天 是我在初狱的第二天 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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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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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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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